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更深明白你的话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是1月31号,今天的经段是传道书第4章1到16节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二世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灵色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恶,无子无凶 尽劳碌不喜,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 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活 一人独睡怎能暖活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 在他国中生来源氏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 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 他这真是虚空,也是不崩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发现传造者的厌世 真是是厌世到的极点 他的厌世甚至认为 我们读到那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其实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被欺压的人,欺压的人都不得安慰 而已死的人比还活着的人有智慧 还没有生的就是 还没有生的甚至是 生下来就丢胎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他厌世到这种地步 就是厌弃生命到这种地步 没有价值到这种地步 然后呢 人做的一切精巧的事情或劳这些 结果我们做的事情 他说你的邻居会嫉妒你啊 这是虚空的事情 然后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劳碌 这是虚空 但一个人有了 好 他说其实事实上这里 这一段其实是最多人引用的 这个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两人一起合作可以抵挡 而三股的绳子可以不容易折断 这在许多的讲道里面经常被引用出来 但是他是非常破碎的 意思是什么 这不是 这是传道者一系列的说法 但是他是破碎 但是却又自我自相矛盾的说法 即使很有力量 对于传道者而言 也都是虚空 就好像他最后面举的例子 那个年轻的王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老年 那些不肯纳贱的王 好年轻的王起来取代了 这个老年的王 这也是虚空 他又要补一句 这也是虚空 因此我们当人 可以用这当中的话语 来说明一件事情 有意义的是一起合作 并且一起来成就这世上的事 但是就大段而言 传道者其实前后都在讲 这都是虚空 换言之 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你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一个人劳碌没有意义好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三个人三股力量更好 但是说到底都是虚空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传道者在整个经段或整个智慧书里面 正在传递一个非常厌世的角度 但是这个角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并且激励我们好好去想 就好像我每一次在读传道书的时候 都很想要跟传道者对话一样 我想要跟他讲 是什么我想要探讨 为什么你这么厌世 为什么你看生命如此不值 为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疑问 读圣经有时候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去问他 并且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 好好想想我们活着是什么意义 在这里我们应该更明白一件事情 对就好像智慧的人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当我们合作的时候 当我们两个人 所以家庭组成家庭 或者是有两个三个人以上 其实如果同心合意 这真能成为上帝所使用美好的工具 愿我们都在上帝手中 也愿我们都有上帝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求主是智慧是力量 让我们更深明白 你是在我们当中成就这一切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